好 要是您不能不知道的 春节连假过了好大一半了 高公局预估 国道部分会持续出现北返的车流 其中来看到国道5号 更可能从上午开始连塞17个小时 一路塞到初八为止 每一天下午3点到晚上8点钟 都会在国道5号实施高承载管制措施 也要提醒收价北返的民众 多利用早上的时间出发 避开地雷时段 塞塞塞 国道5号宜兰与头城交流道口 涌现满满车潮 想开上国道可得耐心等 雪山隧道口一度回堵6公里长 高公局预估国5北返车潮 会一路塞到凌晨3点 随着春节连假过了一大半 初五开始持续出现北返收价车流 何时出发才可以避开车潮 西部国道在北返的话 南部地区的朋友会建议早上9点前 而中部地区的朋友会建议中午12点前 或者会可以延后到初机初八再出发 国一部分初五上午开始会陆续出现北返车潮 苗栗到湖口会塞到晚上11点 国三部分下午2点后 北向车流量开始增加 一样会塞到深夜 国五北向部分更会狂塞17个小时 高公局提醒要留意国道高承载管制措施 初五开始至初八 在国五的头城宜兰 罗东苏澳 北向会进行高承载管制 而管制的时段是从下午的3点开始 一直持续至8点 民众上路前也可以先查询路况 事先规划好行程 多使用替代道路 避开地雷时段 才不会困在国道停车场上 坏了出油好性质 记者综合报道